最小的奈米芥姬 那這是我們花了18個月的時間 由台灣跟美國的團隊開發的 那現在目前我們在美國最大的機制網 那個Kickstarter 一週內已經得到達到我們的目標 現在目前總共有655個支持者 那遊戲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最近有開發將近100個以上的遊戲 相對它的擴充性也很有 就是說其實你在網路上自己可以搜尋 Java 相關的遊戲呢 你就可以灌在你自己的奈米機制 所以每個人的奈米機制呢 接近都會跟其他人不一樣 那我們這個設計的部分呢 也完全可以做一些客製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大款不同的設計的方式 所以你的跟別人可以換一些差異的部分 可以展示一下怎麼玩嗎 那我們今天就是進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我們自己開發的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今天基本上比如說 有一些復古的遊戲 小精靈 大家都應該都聽說過 我直接 切入到這邊 按個start之後呢 那它基本上它就是開始這個遊戲 剛剛有提到這遊戲是Java平台 所以它一定要先啟動Java平台之後 那進入到這個遊戲之後呢 它基本上就是我們所熟悉的 以前所看到的這個畫面 那我們基本上呢 在這邊做一個開啟的動作 由遊戲就開始 那以前呢 Archade Machine呢 它其實是用 投幣式的 那因為我們這個小嘛 所以沒辦法用投幣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個 Power的Button來做取代 所以可想而知呢 我們連這種小細節 我們都把它考慮進去 那這個呢 這個整個的尺寸的部分呢 是用 呃 跟一般階級 跟這個是一個 一比十的一個 網金比例 所以我們其實是把 真正的一個階級把它縮小 可是呢 我們沒有忽略到它的細節的部分 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的KickStorer campaign 還有在十天內就結束了 謝謝